佛陀的教育 重点是叫我们开智慧 不是别的 不是叫你这经要念多少 要记多少 不是的 不重视这 这些都是世间法 真正出世间法 就是叫你放下 也能放下起心动念 放下分别之处就成佛了 而能放下阴神 对于阴神 不起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知处 可恶了 也成佛了 相继国 相继如来 这一个地区的人更新 食根最厉 那他吃东西 食结束胃 三天苦辣仙 无畏 他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 没有起心 没有动念 所以他吃东西 可恶了 鼻级 鼻纹相 可恶了 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 不起心 不起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执着 就成佛了 如果起心动念 分别执着 就造业了 业有善悟 善业 敢善善道 悟业敢善悟道 造业是因 将来 入三善道 或者是三悟道 那都是果报 有因有果 一因果报 丝毫不爽 这个事情 只有佛讲的清楚 只有佛讲的明白 问题 中门大德常常 看音学生 问他 会吗 这一句 可了不得了 会的 就成佛了 不会的 就造业 吃饭 你会吃吗 会吃的 吃佛了 不会吃的 造业 造什么业 贪安口味 这个我喜欢 那个我不喜欢 喜欢的 多吃几口 不喜欢的 就不想 不想吃它了 这就造业 如果这个业是善 果报 则三善道 这个业是不善 果报则三善道 吃东西 怎么会不善呢 吃的不好吃了 把厨师叫来 拔它一顿 大发雷霆 这是三悟道 果报则三善道 吃的好吃 就把厨师 奖励它 赞叹它 这是善道 这是善道 我举着一个例子 近身 闻身 秀香 肠胃 哪一样 都可以成阿罗汉 成菩萨 成佛 问题就是你会不会 读经 也是如此 送金 会送金的 称佛 不会送金的 也在造业 不会送金 念这个金香 这什么意思 那个什么意思 这一句讲得好 那一句 不怎么样 起心动念 分别执着 造业了 不起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执着 他送金 是修天地 念的时间长了 清净心出现了 平等心出现了 大吃大物 大吃大物 佛法的 学习的理念 方法跟世界 完全不一样 用世界人 修学的理念方法 来学佛法 佛法变成世界法了 变成一种知识了 不生智慧 那就错了 释迦牟尼佛看到 会摇头啊 佛法变质了 变成世界法版